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便收集各方的意见 一旦完成意见收集工作后 这个蓝图将送进内阁寻求通过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当事姆依定透露 教育蓝图将在下个月11号 由首相达多士纳迹亲自公布 他说这个新的教育蓝图将分成三个阶段逐步推出 并将耗时13年才能完成 姆依定说当局希望获得民众的热烈反应 以便我国学术领域的排名能够获得提升 与此同时他还透露 政府将在国中课程里重新推出英文文学科目 以便加强学生对英语的掌握能力 他说这项建议是由首相纳迹提出的 他们相信英文文学科里的小说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使用英语进行沟通 不过当局目前还在进行深入研究 然后才决定计划落实的日期 开斋节悠长假期的第二天 基隆坡这个游子城和往常相比还是显得非常的冷清 不过对于在本地工作的外籍人士来说 这几天却是他们放假参观本地景点的好时机 我国地标双峰塔也成为了这些外籍人士和朋友聚集的好去处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楼高88层双峰塔 向来是国内外游客必到的景点之一 碰上开在节假期 国人都纷纷返回家乡 而双峰塔则成为了外国人士聚集的地点 炎热的天气阻挡不了这些外籍人士度假的心情 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平日都忙于工作 因此趁着难得的假期和朋友聚会 根据记者观察 这些外籍人士除了聚会之外 也在这里写拼购物 这样不仅能够带动购物热潮 也能为假日的吉隆坡增添一些活力 在成衣制造业不发达的年代 想要在过年过节添购新衣上 就必须找裁缝师量身定做 虽然现在定制服装已经不普遍了 但是裁缝师精巧的手艺 为顾客缝制的这些衣服还是深受欢迎的 那么配合开斋节的到来 让我们带您去探访一位 深受马来同胞赞赏的华裔裁缝师 看看他如何用他的一双巧手 打造出一件件漂亮的马来传统服装 来自霹雳州的甘秀荣 已经从事裁缝业30多年了 为别人裁着衣裳 对她来说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也是她热爱的兴趣 虽然甘秀荣没有学过服装设计 但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让她不但能够按照顾客的要求 完成所静置的衣服 还能依照她对顾客身形的了解 裁剪出符合个人身形的服装 我们是有经验的 所以你累积了你就知道了 你看那个人哪里的路多哪里的路少 你就懂哪里怎样做 传统的马来服装 如Bajukurong和Bajukubaya 十分讲究剪裁 所以能够制作出非常合身的诚意 让她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许多马来同胞的首选裁缝师 以前有一个马来人跟我讲 他讲给我们做的衣服 穿起来会像有钱人 不同好像那些比较smart一点 他讲 从裁剪缝制到绣花等 每个步骤都十分讨厌功夫 所以甘秀荣一天只能裁制一件马来服装 顾客如果希望来得及在开斋节前拿到新衣服 就必须在好几个月前就向她定做 这么多年来 甘秀荣已经和马来顾客成了好朋友 每当过年过节 他们都会送上亲手制作的糕点 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甘秀荣已经逐渐减少了工作量 并且打算退休 不过令她感到可惜的是 这门首逸已经渐渐失传 找不到接班人 很多年轻人都不要做这个首逸了 都是老的 我们这趟老的没有做了 就很难找的 其实不仅仅是裁缝业逐渐走向夕阳 许多传统讲究技巧的行业也后继无人 这或许是时代洪流发展下 无可避免的穷劲吧 RTM 廖于飞采访报道 两天前就在全国穆斯林 准备迎接开斋节到来之际 吉达州一名单亲妈妈 却是悲痛万分 因为她一家居住的板屋 不幸遭到的这个火神的光顾 庆幸的是 事发时邻居及时通知 他们一家才来得及逃生 事发时 60岁的单亲妈妈 Asia Ismail和她16岁的小儿子 待在家中 当时他们并没有察觉 自己的家已经失火 而且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当邻居发现时 马上高声呐喊 两母子也匆忙逃离现场 毫发无损 不过 所有贵重物品却来不及带走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家当 全部被烧毁 家节期间 痛失所有家当 让他们难过不已 目前他们只好 暂时居住在邻居家中 不过 未来他们将可以在政府 提供的住房补助计划中 重建自己的家园 下来带您看一则社会温情的消息 吉隆坡交赖有一部家庭 四个年龄介于10到17岁的孩子 因为母亲病逝 加上父亲患上了精神病 而失去父母的照顾和生活支柱 目前照顾四名孩子的责任 就暂时落到了他们伯父的身上 直到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为止 这四名孩子的身世可怜 父亲在20多年前就患有精神病 长期住在精神病院 更加令人感到鼻酸的是 他们的母亲在今年7月1号 因为心脏病发而逝世 这些孩子顿时失去了依靠 马华希望公众人士能够慷慨解囊 热心捐款给予这四名孩子帮助 想要捐款的公众人士 可以将支票汇入马华服务中心户口 公众也可以拨打马华服务中心热线 03-9173-0175询问详情 RTM李智辉采访报道